这 这是哪 我不是死了吗 这是婚礼现场 小雅丽的婚礼现场 我就是在这 被盘入依五年 出狱后 先被他骗局参加选销 都压了嗓子 夏东 这场比赛 是你翻身的最后机会 喝口水 好好保护一下 谢谢 我欠你的 我会还的 有请夏东 大家好 我叫夏东 我给大家带来 带来 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哑巴 怎么能来参加歌唱比赛 那岂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了 我的嫂子为什么突然发不出声了 下巴怎么当歌手 水 水里有毒 我的嫂子被小雅里毒哑了 又被她设计之死 夏冬 你终于要死了 这十年 我一直在装好人 装作照顾你们 要对废物严谣 装作以德抱怨 装作顾念旧情都对你好 这十年 我真的装得好辛苦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要抱抱 抱负你十年前破坏我的婚礼 告诉你 你那对飞舞爹妈 在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下 死得很痛苦 跟你一样痛苦 现在你这个死哑巴 终于要跟他们团聚了 我居然重生在女朋友的婚礼上 夏冬 今天我结婚了 虽然新郎不是你 但是我嫁给了大导引黄生 我想你一定会祝福我的 是吧 夏冬 我居然重生在了肖雅丽的婚礼上 我就是在这里 环节不复 夏冬 今天我高兴 就给你一个机会 你唱首歌 祝福我吧 快站起来 给诸位前辈唱一首 冬子 想在娱乐圈好好的混 今儿得站起来 你可别以为 我抢了女朋友雅丽 依我在严国大导演的身份 什么样的女明星我得不到 说到底 我跟雅丽 还是真心相爱的 夏冬 我是高颖 我想你应该听说过我吧 我今年呢 一共开了二十三场演唱会 刚才黄岛已经说了 你现在起来 给我们大家唱一首 或许我能给你一个 跟我同台的机会 夏冬 你确定不给在座的 各位娱乐界大佬 一个面子吗 我 我 我什么我 难得天后今天有兴致 就唱一首那个 就这样被你征服 切断了所有对路 对对对 征服 来 冬娜 唱个征服 等等 夏冬 夏冬 我听说征服要跪下来唱才有味道 要不你现在就跪下来唱一首 让在座的各位娱乐界大佬 听听你的潜力 不唱 你就等着被娱乐圈封杀吧 没错 这首歌呀 就是要跪下来唱才有味道 像他这种低贱的人 想要出头就得先跪下来 这夏冬也太窝囊了吧 被人抢了女朋友 还得动态现唱 诶 还得跪着唱 窝囊 窝囊 洗人菜山 我抢你吧 反了 夏冬 你还敢打天后 还不赶紧跪下给人道歉 我吹你妈的天后 还有你这个畜生导演 这下来你太过了 被人抢了你 还被东台先去 你死了 你 你不能 不能 那是什么 报警 教师傅放那人过来 那脚乱我的婚礼 我要你牢底坐穿 夏冬 夏冬 大家可能不知道 夏冬一直很自卑 因为他只是一个 不入流的歌手 而在座的各位 都是娱乐圈的大佬 今天我开心 就给你个机会 唱首歌祝福你是吧 好 我唱 你唱 没错 你不是要我这个前日 唱歌祝福你吗 我唱 夏冬 你不是一直很自卑吗 自卑倒不敢站起来 自卑倒不敢说话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今天又在大家面前唱歌呢 自卑 我以前是挺自卑的 但是今天过后 不会了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人 没有什么事 能让我低头 弯腰 卑躬屈膝 你想用狂妄来掩饰自己的自卑是吧 好 喜欢唱 你就给我好好唱 我看你今天能唱成什么歌 或许吧 或许我以前确实挺自卑的 但是那个自卑的夏冬 已经死了 是被你们逼死的 接下来我要唱的歌曲 名叫年少有为 什么 年少有为 这首歌是从哪儿来的 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过 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这首歌 这是我的原创 原创 真是笑死了 你还真当你自己是年少有为啊 大言不惭还敢说是自己原创 夏冬 我认识了你三年 可从没发现你会什么原创 你该不会随便拿一首 胡编乱造的歌曲 就来这里一笑大方吧 你要知道 这里在座的各位啊 可都是娱乐圈的大佬哦 没错 在座的各位 都是娱乐圈的大佬 正在到处给电影 未来五十亿票房 斗狼 拉投资的林晶 滚碟唱片的总裁 顾千寻 金牌音乐制作人 李正 未来二十年的一切发展轨迹 音乐 电影 都在我脑子里 而他们 就是我快速崛起的波浪 知道娱乐圈的大佬 今天都在这儿 你还敢大言不惭地 跟我说玩原创 好 你给我创 你今儿要是给我创得狗屁不通 就给我跪下来唱征服 如果我唱得不是进取品质 我甘愿跪下来唱征服 如果我唱的歌曲是金曲品质 黄大导演 你敢跪下来唱征服吗 金曲 人常因为无知显得可爱 进而显得狂妄猖狂 你知道我们阎国一年才缠几手金曲 你喜欢跪着是吧 行 我今儿成全你 好 李先生 借急的语用 你真是太冲动了 金曲难寻 许慈曲绝佳 可遇而不可求啊 多谢李先生 希望待会儿 您能够给这首歌 一个公正的评判 麻烦让一下 我要唱歌了 夏东 你真是猖狂 我本来想给你一个机会 没想到你居然猖狂到这种地步 你唱 我要看着你最后是怎么说 我要看着你跪在我面前 唱征服 年少有为 我看他怎么一败涂定 走 电话一直闪 手机联络没有声 什么烂词 一点意境都没有 还金曲 可笑至极 噗呸 不 他的嗓音 和这首歌的编曲 都很独特 在独特的嗓音和编曲 没有意境的歌词 也成不了金曲 我就等着他跪下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 懂得什么是珍贵 好词 好词 出身卑微却更易研制 这次真好 好 怎么可能 吓动这么一个自卑爬虫 怎么可能写出我年少有为不自卑这样的好词 金曲品质 这个卑贱的爬虫 怎么能创造出这么金曲品质的歌曲 不行 我绝对不认 即兴创作 即兴创作 自卑 婚礼 年少有为 致进退 这就是今天发生的一切 他把这一切都融合进了歌里 唱了出来 可这一切 好像我也都曾经历了 这首歌 是对社会 对爱情的灵魂拷问 在最无能为力的年纪 遇到最想照顾一生的人 爱的卑微 卑微到公司里 金曲品质 它就是一块蒲玉 如今喜尽千华 光彩夺目 好听 太好听了 这么好听的歌不能岌岌无名啊 夏冬 夏先生 我是龙皇娱乐 金牌音乐制作人李正 不知道 你有没有兴趣 和我们龙皇娱乐签约 我愿意 五百万签下你 我相信 以你的嗓音 和你的创作能力 不出三年 将火遍整个龙国 五百万 夏冬他不配签约 什么意思 萧小姐是说 这首年少有为 不是金曲品质 这首歌当然是金曲品质 这首歌是他抄袭嫖妾的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根本写不出这样的歌 抄袭 我就说嘛 这么好听的歌啊 怎么会出自 这么小的小歌手啊 那肯定是抄的 你说我抄袭 你们有什么证据 证明是我抄袭 该不会是你们输不起 不想跪下来唱征服吧 我认为这首歌不是抄袭 你认为这首歌 写的正是夏先生自己不是吗 如果不是感同身受 怎么写得出 这么深入人心的歌曲 多谢林静大哥信任 果然是林静 爱国正极 这一时他的电影 逗狼 我夏冬头了 不让他再为资金奔波 我也觉得夏冬是抄袭 我听说 他只是个卑微的农民出身 没什么文化 根本不可能写出这种 有深度的歌来 农民怎么了 农民就写不出来 高雅有深度的歌曲 高雅你真是狗眼看人的 见不见了 你 林静 你这么拼命地给这个夏冬站台 难道你就不想要 逗狼的宣发投资了吗 老子不是给夏冬站台 老子是给正义站台 就算这电影砸手里 我不上线了 我也要实话实说 夏兄弟 听你 各位各位 都消消气啊 这事呢 都怪雅丽没说清楚 其实这首歌 也不全算夏冬抄袭 只能说抄了一半 抄一半 什么意思啊 其实这首歌的歌词 是我写的 你说歌词是你写的 黄少 你有什么证据 证明歌词是你写的 这件事说出来 有点摆不上台面 有点不道道 但是为了给大家一个真相 那我还是得说出来 当年夏冬和雅丽热恋期间 我和雅丽之间 也彼此有好感 我们经常写信的 这首歌的歌词呢 就是我早期的一些 感悟和经历 我写给了雅丽 后来可能是 不小心被夏冬看到了 于是她就剽窃 找人扑了取 原来如此 夏冬 你还真是卑鄙啊 偷看别人的信件 抄袭歌词 找人扑取 还有脸说这是自己的 原创 像你这种人 简直就是音乐界的贝类 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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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还真是颠倒是非 混淆黑白啊 黄少 夏雅丽 你们两个 还真是男道女昌 天生一对 夏冬 你真是恼羞成怒啊 你根本不配写出这么好的歌 这里也没有人可以给你作证 但是我可以证明这首歌的歌词是我的老公 黄生黄导演写的 你说大家是信你还是信你 夏冬 你就爷们点给大家跪下唱个征服吧 说不定以后在预料圈 我还可以给你留一席之地 好啊 还真是水至轻则无鱼 人至箭则无敌啊 我再多问你们一句 你们的通信写过多少感悟 又写过多少首歌曲的歌词呢 像这种金曲品质的歌词和感悟 那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岂是你这种指动的抄袭的俗货所能懂的 那当然是指此一手了 没错 夏冬 音乐艺术可不是你这种出身卑微的人 能随意摆的 夏冬 像你这样的普通人 要敢于承认自己的平凡 平庸和无能 你和我们之间的身份差距是一道你无法逾越的鸿沟 现在赶紧给我跪下 唱征服吧 好好好 你们张口像我这样的人 闭口像我这样的人 那我就现在再创作一首金曲 像我这样的人来证明我自己 你们该不会说 这首歌曲也是你们写的情书吧 还要切了创作 不得了 不得了了 不可能吧 我从未见过现场能创作出两首金曲品 哪怕是最顶级的音乐制作人 不可能 他绝对没有再创作一首原创金曲的能力 夏冬 我和黄生黄导演确实没有再写过其他的歌词 但是我也不相信 你现在还能写出其他金曲品质的原创歌曲 夏冬 我知道你此时一定在唬我了 就是廉价的自尊心作祟 让你不敢下跪唱征服 还在创金曲像我这样的人 你创 你今儿要是给我创不出来 你不但要给我下跪唱征服 我还要在整个娱乐圈封杀你 好 那你们可要听好了 好 新曲 又是新曲 这首歌要炸链歌坛了 好 用你断情去换一身伤痕 夏冬 这根本不怪我 怪只能怪你太平庸 太平庸了 他妈呢 这小的怎么又写出一首金曲来 这首歌写尽了一身啊 从年少有为到像我这样的人 从不甘平凡到随波逐流 再到破茧而生 我看到了他极星雕琢 最终展示出自己独特耀眼的光芒 他就是未来的天王巨星啊 我滚蝶娱乐 一定要欠下他 好 我代表龙皇娱乐想您正式提出邀请 请您加入我们龙皇娱乐 我们将拿出天王合约 钱员费一千万 一千万 一千万 你们龙皇疯了 他夏冬只不过是一个岌岌无名 连十八姓都算不上的歌手而已 我老公黄生 可是龙国知名大导演 他导演一部电影 也不过才两百万 肖小姐 你对夏先生的价值认识 一无全聚 李正 给我个面子 别签他了 他只不过偶尔能写出一首歌而已 只要你不签他 我的下一部电影 大吉主题曲 交给你们龙皇音乐来做 他龙皇不签 我滚蝶娱乐签 我们愿意给出签约费五千万 夏冬先生 若愿意和我们滚蝶娱乐签约 我保证 三年之内 会让你红遍亚洲 成为国际巨星 五千万 你们真是疯了 疯了 疯了 跟夏冬一个小憋三 哪里价值五千万了 谁敢说能在二十分钟之内 连续创作两首金曲品质的人 没有价值 那就是他 根本不懂价值 夏冬先生 我们龙皇娱乐同样愿意五千万签约您 并且保证 每年为你打造一张新的专辑 签约的事 待会儿再说 黄少 萧雅丽 你们输了 现在跪下 唱征服吧 夏冬 多个朋友多条路 跪下 唱征服 夏冬 你不要欺人太甚了 欺人太甚的是你们 是你们一直想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 是你们咄咄逼人 是你们一次又一次 想把我往死路上逼啊 现在 我只想让你们跪下唱征服 否则 我念头不通达 夏冬 我可是知名大导演 你当真要给我撕破脸 死格到底吗 没错 夏冬 黄生 可是娱乐圈的知名大导演 你让他跪下来唱征服丢了面子 你固然可以爽一时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从今往后 你如何在这娱乐圈生存 他黄生能代表娱乐界吗 那他把龙皇娱乐滚蝶唱片至于何地啊 我得罪他 怎么就不能在娱乐界生存了呢 夏冬 你可要想清楚 真的要得罪我们吗 如果你真的让我们跪下唱征服 我们一定动用一切的资源 在娱乐圈彻底封杀你 你们动用一切资源也封杀不了我们夏先生 我说的 古董 你真的为了这么一个不入流的歌手 打算和我撕破脸吗 再说他也未必签约滚蝶唱片 无论夏先生签不签我们滚蝶 你们都不能动他一根寒毛 黄先生 做人要有诚信 敢于封杀夏先生 就是和我们龙皇作对 黄道 你还是遵循赌约 跪下唱征服吧 你们 你们 好 如人者 人恒如智 上辈子 你们让我家破人亡 将我毒雅 带给我的屈辱和伤害 甚至十倍 这只是开始 我要一笔一笔地讨回来 夏董 看在我们过去的感情上 我们之间没有感情 我只要你们履行赌约 现在上来 当着所有人的面 唱征服 好 好的很 我们唱 唱吧 真是你们这样的人 应得的荣耀 就这样被你征服 切断了所有的路 啊 哑巴 怎么当歌手 这一事 从现在开始不同了 我 就这样被你征服 和小雅丽啊 没在地上唱龙虎 还是这婚礼的当天 那明天 还不得上新闻庆 夏董 你别得意 今天你不过是占了龙皇和滚蝶娱乐的事 你对娱乐圈的资本一无所知 得罪我们 你将送过门去 这就不劳你们费心了 我对资本一无所知 那我就自己成为资本 嘿嘿嘿 你夏中也可以给我传资本 我告诉你夏董 滚蝶和龙皇不可能包你一辈子 而且娱乐圈也不止滚蝶和龙皇两家 你只要签约了其中一家 就等着被另一家资本的狙击吧 除非你这辈子不出头 否则 也终将是资本市场的王 没错夏董 你确实是原创天才 可是天才又怎么样 天才也要屈从于资本 没错 夏董 音乐界可不是你有才华就能出头的 被埋没 被雪藏 被泼脏水 变成哑巴的歌手 可不是一个 肮脏 肮脏 就是你们这些人 搅混了娱乐的水 林姜 你清高 你了不起 你天天忙得跟孙子似的 怎么就拉不到投资呢 你那逗狼怎么到现在都没钱搞宣发呢 你们 我 林姜大哥 不用那么生气 这种就是不以为是繁以为柔的风口罢了 夏董 说的再多都没有用 这就是娱乐圈的规矩 这就是资本的规则 你要入圈 就得遵守 如果规则是这么肮脏的话 那我就打破规则 如果规矩是这么无耻的话 那我也打破规矩 由我来制定新的秩序 由我来制定新的秩序 你夏董 也配给我弹剑的秩序 现在龙皇和滚蝶就在这儿 我看你选哪一家 夏董 不管你选择哪一家 都会得罪另一家 我承认 半个小时之内 创作出两首金曲 你确实是很了不起 但是 你难道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吗 沐秀于林 封闭摧尺 没错 夏董 只要你加入其中一家 另一家必定寝食难安 得不到的不如毁掉 顾总 李坚制 扪心自问 你们会把天才 让给其中一家吗 好狠地挑拨李坚 如果不是重来一世 还真就被你们给算起了 我们滚蝶娱乐 尊重夏先生的决定 我们龙皇娱乐 也是 夏董你看到了吧 尊重你的决定 不代表不打呀 你不遇你为敌 现在我就看你怎么选择 我看你怎么成为资本的牺牲品 小孩子才做选择 滚蝶唱片 龙皇娱乐 我夏董 全都要 夏董 真是笑死我了 你还想签约两家娱乐公司 整个盐国 都没有这样的心理 夏董啊夏董 你可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这两家顶级的娱乐公司 已经俯身对你抛出橄榄枝了 你还想同时签两家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夏先生 你真的很有才华 我也很欣赏你 但是 从来没有两家顶级娱乐公司 同换一个艺人的 对啊 夏董 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们龙皇娱乐 绝对不会向你出手 但是 一女佩尔夫 实在不行 我们没法把公司的资源 亲住在一个不完全属于我们的身上 夏董啊 你真是傻的可爱 一想天开啊 现在梦想破碎了吧 别说是写出一两首金曲 你就是写出一二十首金曲 也不可能让两家顶级娱乐公司 为你妥协 十首二十首金曲 没办法让两家顶级娱乐公司妥协 那我就写一百首两百首一千首金曲 能不能让两家公司妥协啊 什么一千首金曲 一千首金曲 夏董你是真能吹啊 我们阎国歌坛三十年出的金曲都没有一千首 你今天别说是一千首了 你要是能做出一百首来 我高颖今天退出歌坛拜你为师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他就是在吹牛 无非就是想从两家顶级的娱乐公司身上套取更多的资源罢了 两家公司无法把资源侵袭到一个完全不属于自己公司的艺人 我可以给两家公司艺人资源 我不需要 因为我对当明星没什么兴趣 你不想当明星 你要写白首金曲给我们两家公司 夏先生 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你不会真的要写白首金曲 隐居幕后成为资本吧 没错 我就是要咱们三方成立一家新公司 滚铁炉黄 每家公司出资一个亿 各占比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 我夏东 以一千首金曲为资入股 占比百分之五十 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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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东 你以为你是谁 还敢说自己能写出一千首的金曲 这 夏先生 一千首金曲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说要到做到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夏先生 我承认您才华行义 但是这千首金曲 我实在是无法置信 别说是一千首 就算是百首十首 我都无法置信 如果你真的能写出百首金曲 您的条件简直不值一提 我现在就能答应 顾总 不可能的 这怎么可能有人写出一百首金曲 就连现在从业超过三十年的 黄山林多方文大师 金曲也不够才二十多首嘛 没错 夏先生 就算你要写出百首金曲 最起码也要三十年 哪用得着三十年呀 一百首金曲 也就只要 三年 怎么可能呢 三年怎么可能写出一百首金曲 用不了三年 才一百首金曲 哪用得了三年呀 夏东 你该不会是想说 你三天就能写出一百首金曲吧 哈哈哈哈 猖狂 真是猖狂 无法无天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呀 还一百首金曲 难不成你是歌神 慈神 曲神了 没错 我夏东 就是神 前十二十年整个世界的新首金曲 上前部大卖的电影 电视剧 上前部大卖的网文小说 全都是我的资本 神 夏东 你敢说自己是歌神 还敢说自己要三天时间写出一百首金曲 夏东 你可真是不知死活 谁说我要三天写一百首了 我要现场创作三个小时写一百首金曲 现场一百首金曲 哈哈哈哈 夏东 你可真是够猖狂呀 好 那我高颖今天就是要跟你不死不休 你写 你写呀 你今天要是写不出这一百首金曲 我皇族后裔 纽古鲁师高颖 将动用一切资源 一切背景彻底的封杀你 封杀 我要是写出这一百首金曲 我第一个封杀的就是你 你要是能写得出来这一百首金曲 我高颖今天愿意跪下向你磕头道歉拜你为师 磕头道歉可以 拜我为师就算了吧 大清早亡了 你们这些皇族后裔自诩高人一等的垃圾 我夏东看不上 夏东 你真是狂的可以啊 大清虽然亡了 可是大清的遗老遗上 可还是有不少贵族 势力势力不可以招惹的 当年你们那群祖宗就是垃圾 让我阎国遭受百年屈辱 现在你们这群垃圾 还想高高在上瞧不起普通人 自诩贵族 我夏东 打的就是你们 我要打掉你们的傲慢 让你们认清自己 谁才是祖宗 好好好 夏东 你今天要是写不出这一百首金曲来 我不仅要将你彻底的封杀 我还要让你跪在这给我道歉 我要让你跪着去登报登电台登电视道歉三天 夏东 词曲绝佳方为金曲 每一首都要撑得上金铁 你还年轻 没必要跟他们赌上一切 没错夏东 以你的创造能力 你不需要这么着急 前朝已老的力量还是不如小觑的 一旦你输了 他们会让你永无翻身之底 输 我只是看不惯他们道貌而然 高高在上的样子 若是命运不公 那我便和他斗到第一 一枪孤勇 夏东 我看你只会斗得头破血流 跪地求饶 跪地求饶 一枪孤勇 好啊 顾总 李先生 准备好记录吧 我这第一首金曲 就叫做 孤勇者 这不也就普普通通吗 这也能叫金曲品质 萧小姐 没文化就要多读书 你是学表演的不懂音乐 刚听了个前奏就开始评价了 这么上感的很抽脚吗 你 旋律不错 终上吧 唱功也一般嘛 没什么突出的 好 好词 好曲 好风骨 爱你孤身总而相 爱你不归的模样 绝 绝 好 好歌呀 听得脑子热血沸腾 太适合我斗狼的主题去了 这哥 这哥 他怎么可能写出来的 哼 写出来也能怎么样 这只是一首 还有九十九首呢 孤勇者 匹夫之勇 但是一首 这首 这首 金曲品质 果然是金曲品质 来个人记录 不 来五个人记录 第一首金曲 你们认吧 就算这是金曲 用得怎么样 还有九十九首呢 你继续啊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写出这一百首 睁大眼睛看清楚了 第二首金曲 明月 这是什么曲调 这是什么神线扫音的 绝了 夏兄弟一开口 金培医院制作人都给跪了 这调太好听了 三个字十五个弯 是唱功绝了 高颖 你不是说夏东唱功一般吗 这歌你唱得了吗 这种调子不能算是歌曲 对 这不是歌曲 这是戏曲了 唱歌归唱歌 唱戏归唱戏 乱串玩混搭 算怎么回事 原来唱歌和唱戏没关系 唱歌的唱不了戏腔 也和唱功无关 当然了 唱歌那是音乐圈的事 关戏曲界什么事 当然跟唱功也没关系了 高颖放你的屁 这是戏腔戏曲国粹和歌曲的融合 这是歌曲的突破 这是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 只有底蕴极深唱功极强的歌唱大师才能唱出来 你自己能力不行 就不要说人家夏东先生不行 我 你你你你什么你 你敢不敢承认 你就是比不过夏东先生 我认了又能怎么样 他这才唱了两首 还有九十八首呢 他要是唱不出来 照样再给我跪下道歉 狗眼看人低 你等着敲吧 第三首 这究竟又是什么神仙举风 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过 进去品质 还是进去品质 芭蕉惹咒语 门环惹了铜绿 我湘南惹了你 这三者 意境优美生动活活 简直美到极致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传说 青花瓷里的天青色 只有在烟雨天才能烧之而冲 就像 我等你一样 都是一个原字了得 绝了 绝了 夏冬啊夏冬 你有这样的才华为什么不早点展现出来 偏偏要等到我们分手之后 偏偏要等到我在婚礼上 你是在讽刺我游有无助对不对 好 很好 我的婚礼成了你的主场 风头全让你给占 今天看你给我写出来一百首 写不出来 老子有一千种方法弄 第四首 等等 夏冬 夏先生 不不 夏老师 您能不能告诉我 您刚才唱的这首歌 是什么曲风 我怎么从来被提搏过 这是我打造的一种全新的曲风 它融合了我们阎国 古文 古诗词 我给它命名 阎国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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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实在是太贴切了 夏冬先生 你说你创作了全新的曲风 也就是说 你可以根据歌手的曲风 量身打造对吗 没错 我可以根据歌手的风格 量身打造歌曲 夏先生 不管你能不能写出一百首歌曲 我滚蝶都愿意与你合作 我们龙皇娱乐也愿意 夏冬先生 只要你能够为我们滚蝶娱乐的 刘天王张天王 每人的专辑 量身打造三首主题曲就行 同样 我们龙皇的周天王和郭天王 也是每人三首主打歌曲 您和他们的赌约不用在意 您 我们龙皇娱乐和滚蝶唱片 保定了 以示压人是吧 我告诉你们 就凭你们两家还称霸不了娱乐界 以示压人 还要比你高映更能以示压人的吗 你仗着满清已老的公司 向华子弟影视集团 打压了多少歌手 欺负了多少新人 那是他们没背景 活该被人打压 现在 我滚蝶娱乐就是夏冬先生的背景 你打压一个试试 你信不信我都用一切资源 封杀你高映 顾总 就因为这么一个小憋三 你要封杀我 住口 我可是天后 你敢打我 打你就打你 我顾千寻还需要挑日子吗 侮辱夏先生 你该打 顾总 你这是要和我们向华子弟 鱼丝罔破吗 我就不信 我封杀你一个高映 向华子弟敢和我滚蝶鱼丝罔破 还有我们龙皇娱乐 也联手封杀你 好 很好 夏冬 你也就只会躲在滚蝶跟龙皇的背后 你写不出来一百首是吧 我可以不封杀你 但是 你必须连续三天登报道歉 否则的话 我可不管什么滚蝶 龙皇 都得给我付出代价 高映 黄生 萧雅丽 你们把耳朵给我竖起来听好了 白首金曲 我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 夏先生 麻烦记录快一点 接下来我会很快 我会量身为四位天王打造歌曲 一张专辑十二首歌曲 另外你们两家公司 再出两位新人也是十二首歌曲 一张专辑 白首金曲 我要让四大天王成为巨星 我要让新人成为天王 一曲风神 十曲风王 很好 夏东 没想到真让你成了契合 萧雅丽啊 我还要谢谢你 在自己的婚礼上 给了我这么一个 节食圈内大佬 展示自己 成为资本的机会 你放心 等结束了 我一定送你们夫妻俩一首歌 让你们终身难忘 好 我等着 我等着看你怎么写不出一百首金曲 向我跪地求饶 好 那就看看 到底是谁跪地求饶 这词 这曲 真的是金曲品质 而且完全适合刘天王 还是金曲 还契合刘天王 这首歌 这首歌 对 我准备 这首歌 我遇到金曲 再来 这么喜剑的歌曲 刘天王还是第一次遇到 完全可以让刘天王闪晚会啊 金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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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金曲 啊 是金曲 金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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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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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区 建议区 还是建议区 不行了 不行了 我洗脑盖收不开了 我快给你倒了 不是 你开始 这次是 这次是 中文字幕 这次是 你不得了 那个 我都不得了 这次是 那次是 我去拿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 写出这么多的 几曲来 他究竟经历过多少事 心里受过多少伤 才能写出这样的歌来 请不吝点赞订阅 李总结 郭总 夏先生已经创造出一百首金曲了 什么 已经一百首了 这么快就一百首了 我还没听够呢 谢谢 谢谢 一百首金曲 大新闻的 一个人一天创造出一百首金曲品质的歌 这就是娱乐圈音乐界的地震哪 一百首金曲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不信 你们一定是在骗我 骗我 白首金曲都在这里 这不可能 我不信 放晴水 金曲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金曲 青花瓷 烟花易冷 金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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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是金曲啊 全是金曲 一百首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他是怎么做到的 三个小时写一百首金曲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除非他是歌神 词神 曲神 这世界上只有神仙才能做得到 我从小在娱乐圈 这二十年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夏先生这么才华行义的人 你简直就是个天才 现在整个言国都没有任何一个这音乐制作人 可以和你相提并论 郭总 您够奖了 我只是感触比较多罢了 这是我重来一世 最宝贵的财富 你是神 不可能 我不信 我死都不信 你能写出这么多的金曲 你就是个臭中地的破坏腿子 你别说我能写出这么多的金曲 没错 没有人能写出这么多的金曲 除非他是抄的 抄的 不管你们信不信 我写的歌就在那儿 如果你们觉得能抄出百首金曲 你们可以找 但凡找出了一首 算我输 我不管 我就是不信 你这一定都是抄的 抄的 我要你给我归下道歉 我要奉杀你 我要让你去电台 都不好 都电视给我道歉 高颖 你也算是歌坛天后 还自诩旁足后裔 居然在这儿装疯卖傻 来人 帮他清醒清醒 不可能 好 行 道歉 给我道歉 郭总 高天后的脸皮太厚了 你得使点劲才行啊 我错了 我认输 我道歉 夏刀 我真的输了 我承认你是个天才 没想到你真的能解除百首金曲 我们的事 就算 就算是过去了 我以后 绝对不会再为难你 不会为难我 宝安 宝安呢 这个哑巴之前进过监狱 现在就是一条疯狗 可是会咬人的 赶紧把他给我抓起来 没错 这首歌呀 就是要跪下来唱才有味道 像他这种低贱的人 想要出头 就得先跪下来 我皇族后裔 扭库鲁师高颖 将动用一切资源 一切背景彻底的封杀你 高颖 如果我输了 你会放过我吗 我输了之后 向你保证 不会为难你 你怎么想 夏刀 你能不能别这么小都机场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你只是一个十八线 都没有的小编三 高老师可是歌谈天后 这能一样吗 没错 年轻人要懂得尊重前辈 不要小人得志 得理不饶人 以后 有高天后这样的前辈提携 你在娱乐圈 才能走得更稳 没错 夏董 你知不知道 我跟朗坤 大松 万丰 那都可以说是导师级别的歌手 有我们的提携 你一定能在歌坛走得更远 你们三位怕是考错了吧 你们还提携他 因为做出摆手金曲的歌神 词神曲神 你们怕是给他提携都不配 高友 你自己说的 说的人跪下道歉 去登报 登电视 登电台 现在轮到你了 跪下道歉 夏董 你不要气神太甚了 我可是歌坛的天后 郭总 咱们新成立的公司 签约的艺人都有谁啊 夏先生 白手金曲 好钢一定要用在刀刃上 当然是现在的歌坛顶牛 张天王和刘天王 他们现在就是你公司旗下的艺人 没错 我们龙皇娱乐的周天王和郭天王 也会签约到你旗下 看来你歌坛天后的身份 到我这儿不款用啊 我 我牛咕噜是高颖 有皇族血脉 我是正皇旗 皇族血脉 我阎国上下五千年历史 出现了八十二个王朝 五百五十七位皇帝 哪个姓氏祖上 没有过名人 将军 皇帝 李总监姓李 说不定就是礼堂王朝 李世民的血脉 还有在座的各位 姓刘的 难道就是汉太祖刘邦的血脉 姓朱的 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血脉 姓赵的 难道就是宋太祖赵匡英的后代吗 没错 没错 我那怎么将是皇帝 你 我真是皇族血脉 我真的是中皇旗 没说你是假的 可大家的血脉也都不是假的呀 我们都是阎国子孙 龙的血脉 你看大家谁骄傲了 你 你 我 你什么你 我什么我 大家都一样 都是阎国子民 大清早亡了 收起你那套贵族卸土论吧 往前推四百年 你们的名字就没好叫过 匈奴 女贞 瓦剑奴 哪个不是你们的名字 还什么黄旗 绿旗 白旗 真当自己是怕菜了 说得好 夏兄弟 说得痛快 早就看这些自诩高贵的人不顺眼了 高友 你给我记住了 你能有今天 都是阎国子民愿意捧你 大家捧你的时候 你说什么是什么 大家不捧你了 你惹怒大家 你说 你算个什么 跪下 夏冬 你太狠了 以高天后的身份教训你一下怎么了 你就这么不依不饶的吗 不依不饶的是你们 比起钱是你们对我做的 这只不过是万分之一罢了 好 夏冬 是我输了 我跟你道歉 对不起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有眼无助 我会去连续三天 登报 登电台 登电视跟你道歉 不过 我希望 你能承受得住我接下来的怒火 夏冬你个兔崽子 高天后的老公 可是向华子弟影业的古东林野新生 林野先生设计的产业有歌坛影坛文坛还房地产 那是真正的资本大佬 你现在彻底得罪了高天后 你就等着承受林野先生的怒火吧 资本巨头让我夏冬低头 我告诉你们 在我面前 该低头的是资本 是谁 敢欺负我林野的人 林野先生终于到了 我看你个兔崽子还怎么猖狂啊 还敢让我林野低头 林野 前世言国最强音背后的资本 操纵肖雅丽 黄生 高颖的后台 就是他们一手操纵 我比赛线上被毒雅的 这一事 我要让他们一无所有 登街起当 老公 就是这个夏冬 他扣除狂言还欺负我 夏冬 就是你吧 我刚刚听说 你写了几首金曲 就狂得没边了 就敢让资本给你低头 就那几首破歌 也配 资本巨头 夏冬先生白手金曲 就是新的资本巨头 夏冬先生 现在我诚恳地请求你 请允许我滚迪唱片 向您注资五个亿 占取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 我们龙皇娱乐 同样注资五个亿 占股百分之二十五 什么 你们两家投资十亿 各占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 就这小子写了几首破歌 就这十亿生价了 林总 夏先生写的不是几首破歌 而是白手金曲 什么 一白手金曲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没有人现场能写出 一白手金曲来 不错 就是白手金曲 夏先生 就是我们严国乐坛第一人 怎么回事 你们打电话不是说 他只写了几首破歌吗 他一开始确实是只写了两三首 谁知道 只能写出一百首金曲 百首金曲只是开始 接下来 我会再写两百首 五百首 一千首金曲 整个严国的音乐 以后我夏冬说了算 一千首金曲 整个音乐界你说了算 小子 你很猖狂啊 林总 我们滚蝶龙黄和夏先生 三方重新成立一家新的音乐公司 千首金曲 打造出二十位天王巨星 这音乐界我们说了算 不稀奇吧 别说二十位天王巨星了 现在顶级娱乐公司 有哪一个 有两位天王巨星的 没有 一个都没有 天王巨星那都是公司的支柱 摇钱术 整个严国现在也只有 四位大天王和六位小天王 不出三年 又有超过二十位天王巨星的娱乐公司 市值三千亿 不过分吗 林总 三年后的夏先生 就有这个势力 让资本低个头 不过分吗 没错 夏冬兄弟 我还有个不请之请啊 您刚刚唱的那首 《孤勇者》 能不能当我的 斗狼主题曲 还有 我想让您亲自来唱 没问题 我同意了 林大哥 可 可是 我没有报酬给你啊 现在 能不能先欠着 不过你放心 等电影上映之后 票房当账 我第一时间给您报酬 林静 就你那个什么 破斗狼是吧 你自己演的 你有粉丝吗 你不知道 得粉丝者得天下 你一个粉丝都没有 又不是顶流的鲜肉 就你的电影 还想拿票房 等着扑该吧你 林大哥 我不要报酬 而且我们三方 新成立的公司 再生娱乐 会向斗狼 投资一个亿的 炫发费用 给斗狼投资一个亿 夏冬兄弟 你没开玩笑吧 不开玩笑 斗狼这一个亿 我投了 前世斗狼 几乎没有宣发 就靠着口碑 硬生生获得了 近五十亿的票房 包括后面 漂泊月球三部曲 步步大爆 这个投资 就是最成功的 投资之一 真是笑死人了 斗狼一个亿 你投了 一个没有粉丝的电影 你投一个亿 你知不知道 这个邻金 是个票房毒药啊 拍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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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都没有人 敢找他拍戏了 没有办法 所以才卖了房子 自己投资 自导自演呐 夏冬啊夏冬啊 我真是高看了你 你说你会写歌 就好好写你的破歌 还非得跨界 玩什么电影 你呀懂什么 叫电影吗 还张口闭口 投资一个亿 我告诉你 那滚爹和龙皇 给你那儿钱 都不够你而造的 夏冬 你是认识本的 林京 真的是配薄毒药 没错 夏冬 林京大哥 人品是不错 但是运气挺差的 拍的 全部都亏本 我以前的运气 也挺坏的 但现在 不是实来运转的吗 林大哥 我相信 你也会实来运转的 我觉得 逗狼的票房得五十亿 五十亿 夏冬兄 你这 我都不敢想 整个阎言国电影史上 都没有超过五十个亿的 这部电影我觉得能有五个亿 收回投资 我就很满意了 不 我觉得 五十个亿 只多不少 五十亿 我呸 胡说八道 老子当了半辈子导演 最佳导演 能拿得手软 我最好的票房才八个亿 你压张口闭口就来五十亿 凭什么 凭他是新人导演 有过管啊 你这个傻子居然堵 逗狼五十亿的票房 哎呀 看来以你这个投资的水准 都不用我出手 你的新公司很快就会完蛋了 哈哈哈哈 好 你说逗狼的票房到不了五十亿 要是低于五十亿 我夏冬退出娱乐圈 自我封杀 解散公司 别压张东兄弟 我自己都没有把握 夏冬别冲动 到栏五十亿票房 就算是打不到 就算是全亏了 我们再生娱乐也倒不了 不错 白手进去 三年时间市值千亿 这一亿 亏了就亏了 那也是三年之后的事了 你知道有多少天才 会死在摇篮里吗 就你们这位 夏冬的投资眼光 何愁公司不败呀 你们那个破什么斗狼 票房要能败五十亿 我领野退出娱乐圈 还有 我颜国最强音舞台 你们公司的艺人随便上 我帮你们出的 怎么样 颜国最强音 没错 那可是我们颜国 规模最大的音乐选秀 歌手的资源都在我老公林野 还有向华子弟影视集团的手里 你们的歌手想出道 我们不点头 难上加难 没错 夏冬 并以为会写几首破歌就了不起 资本巨头的底蕴 皇族血脉的底蕴 你根本无法想象 颜国最强音对吗 藏污纳垢 黑幕重重的东西 前世 我就是在这个舞台上被毒牙 早晚 我会掀翻了他 随你怎么说 你要是票房过五十亿 我解散了他都行 拼了 夏冬兄弟 你敢投资一个亿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我现在就逐逐宣发 最多一个月上月线 好 那就一个月 正好 一个月之后 有一场明星拍卖会 咱们就拍卖会上 比输赢 见高低 也顺便让我看看 你们的票房 怎么过五十亿 夏冬 你走吧 这是我的婚礼 被你闹成这个样子 这里不欢迎你 别急呀 我还有一份大礼 没送给你呢 毕竟今天你大婚 我要送你一首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三 三 夏冬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觉得 你挺不容易的 不容易 没错 你看啊 我们的黄生 黄大导演 都三婚了吧 还带着四个孩子 你这为了照顾四个孩子 拼命上位 这得吃不少苦吧 夏冬 你在嘲讽我是吧 你在嘲讽我有眼无珠 不认识你这块保育是吗 我不告诉你 你休想 我老公在影视界的地位 你无法想象 你根本不知道 一位明导的能量 拍一部国际电影 甚至能把我送上影后的宝座 我懂 我都懂 大导嘛 总是拍一些 我们阎国不让拍的 不让看的 故意抹黑我们 去取那些外国佬 好让人家 赏一个奖项给你 我懂 夏冬你给我出口 你呀根本都不懂什么叫艺术 我是挺理解不了 你们这种忘了祖宗 忘了谁给你们饭吃的艺术 无知 这是要成为明导必须要走的路 再说了 多生几个孩子 多结几回婚怎么了 阎国的艺术人才多凋零 我这叫为艺术座奉奸 奉献 是 我们黄大导演奉献一个爱一个 越爱越年轻啊 夏冬你住口 我和黄导是真爱 就是 真爱 当然是真爱了 让你为了爱情奋不顾身 勇于当三 拆散他们 你听 我这首送给你的歌 原来是三上位啊 我还以为这是因为爱情 没想到是色差什么啊 夏冬你住口 闭嘴不许唱 不许唱 江亚丽 这都是你前世欠我的债 现在我要一笔一笔还给你 你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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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冬 你不许唱 我和你不死不休 不死不休 不死不休 夏儿丽 我早就跟你不死不休了 夏先生 这里既然不欢迎咱们 咱们还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签署合同 组建再生娱乐吧 请 夏冬 冬 别忘了 一个月后的 明星慈善拍摊晚会 可别不敢来啊 我还等着看你 逗狼五十亿的票房呢 来 你就把脸洗干净 到时候 伸过来让我打 猖狂 老公 你一定要帮我弄死这个夏冬 今天我的脸都被他给丢尽了 还不是因为你 我的大婚你把他请来 还想着羞辱他 这下好了 让这小便三一飞冲天 我 我怎么知道他这么能唱啊 本来我想借机羞辱他 没想到 反而被他打了脸了 一个乡下老翻了身了 为了我的名声不说 还写了这么多的金曲 这下还不期待我们的 躲上拉屎撒尿吗 这夏冬能被滚蝶和龙皇娱乐看上 着实让人想不到啊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 就算是夏冬和他们达成合作 我也照样的玩死他们 还有那个林青 很想逗狼的票房过五十亿 我这就跟影院打声招呼 给他们最低的拍片 让他们收回成本都难 夏冬先生 我们龙皇与滚蝶各出资五个亿 注资您的再生娱乐 各占公司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五 您以白手金曲为资 占公司股份的百分之五十 直接成为再生娱乐的幕后困骨人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请您签字吧 没问题 那这样合同就签出成功了 以后我们旗下的艺人和天王 也都会签入再生娱乐 我们滚蝶娱乐也是 那就恭喜三位达成合作了 我相信按照夏兄弟的实力 在不久的将来 再生娱乐会成为娱乐圈内 最大的娱乐公司 哈哈哈哈 那就见林先生计言了 夏冬先生 现在公司注册还需要一段时间 十亿的启动资金 我会马上打到您的卡上 顾小姐 叫我夏冬就好了 我希望你能直接拨款一个亿 给林青大哥投资 真的给我啊 夏兄弟 你就不怕我把这一个亿给亏出去吗 我相信 《豆狼睡不好》的影视作品 一定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创造票房奇迹 上辈子豆狼在没有宣发的情况下 都拿到了五十亿的票房 如今我拨出一个亿的宣传费用 只怕豆狼的成就更是不可限量 这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好 夏冬兄弟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这样 《豆狼》上映后 我给你百分之五十的票房分成 现在就可以千颗腿 不用 我要百分之三十即可 除了这部电影 之后我还会投资你其他电影 另外 你《豆狼》的主题曲 我会亲自创作 分文不具 百分之三十就是十五亿 天底下没有比娱乐圈来钱更快的了 百分之三十 夏冬兄弟 不趁火打劫 还自讲片酬 真吞加了仗义 以后你有什么事尽管找我 我临京 义不容辞 一个月后 《豆狼》上线 刚好赶上龙顶阁的慈善拍卖会 到时候 我们可就等着《豆狼》的喜讯了 夏冬 我们拍卖会不见不散 离慈善拍卖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这一个月 不得浪费 接下来 网络文学会迅速发起 正是赚钱的大好世界 而传统文学 则能打开知名度 奥赢会议即将开始 若是能参与进去 便能改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成年人 三个机会 必须抓住 上辈子反腐大剧 我们的名义大爆 改变成电视剧后 广受好评 刷新了十年来的电视剧收视记录 版权 更是卖出了两个多亿的天价 我要抢签一步 把这部作品写出来 投给阎龙出版社 还要再写一本玄幻大作 《斗破天地》 就发表在终点文学 当年在娱乐大厂的年会上 这本可是代表着网络文学的风神之作 获得了种种奖项 改编的漫画影视和代言数不胜数 还得给奥动会写少歌 名流豪身 我记得前世这个慈善拍卖会 流拍了不少天价古董 可闹出了不少笑话 也许我能趁这个机会大赚一笔 夏东 你也来了 今天《斗篮》刚好上映 只是 夏东 那《斗篮》快是推的 不行了吧 还妄想五十亿的票房 做梦 我看你啊 还是乖乖地等着封杀 把公司原地解散了吧 夏东 没想到吧 你那公司刚开业不到一个月 就要解散了 夏东 早知道当初我就该拦着你 《斗篮》这部片子上映之后 观众的反响确实不错 只是这个灵意暗中出手 让《斗篮》的排片率只有2% 观众就是想看 也看不了 夏东啊 夏东 你以为会写几手精确 就能和资本抗衡了 本来说不定 你可以成为一个 享有名气的明星 但是你得罪了 向华兄弟的林总 年轻人呐 做事就是太冲动 有点才华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这下得罪了林总 我看你个小别三是怎么死的 斗篮才刚刚上映 你们这就着急落井下石了 现在说书还太早了 各位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 上一时就是无人看好斗篮 院方将排片量压到最低 没想到一天就风平逆转 达到了五亿的票房 你还真是不见黄和不死心呢 好 那我就和你一起等 我看这么低的排片 别说五十亿票房了 我要让你们血本无归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件排品 盘龙柱 其造型威武霸气九龙盘旋 根据专家估计 此物距今已有三千年历史 其拍价八十万元 一根破柱子 竟然想要卖出八十万的高价 我看你们龙顶阁 真是想钱想风了呀 盘龙柱 这难道就是前世流拍 后来一金元巧合被人买走 卖出了两亿三千万的盘龙柱 这柱子他年代久远 他到底也就是个破柱子 别说八十万 就是八万 他也不值啊 谁要是拍他 怕不是脑子有病呢 八十万 我要是 夏董 这就是个石柱子 根本没有任何收房价值 到底是农村来的草包啊 这脑子多少有点不正常 就算是一夜暴富 这个格局和眼界还是跟不上啊 我就不知道 他买这根破柱子回去 是要装饰他那三间茅草屋吗 爆发户就是爆发户 花八十万买一个破柱子 我看他身脑子被门夹了吧 夏董 他们虽然说得难听 不过确实没错 这东西也确实没有任何收藏价值 要不还是别要了吧 诶 落死无悔 都已经拍了 怎么还想反悔啊 谁说我要后悔了 八十万 我要了 但是待会儿你们见识到他的庐山真面目之后 你们才别后悔 他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石柱子 而是价值两个亿的质保 两个亿 夏董 你的脑子是被驴踢了吧 屌丝就是屌丝 整天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 整日痴心妄想 关键是还笑我们这群有身份的人 有眼无珠 我夫人可是郑黄奇的贵子 什么古董没见过 这就是一个破柱子嘛 还失望卖出两个亿的高价 那我们当傻子呢 夏董是第一次参加派外会 看走眼了也正常 我没走眼 这东西就是价值两个亿 小伙子 老夫我从事鉴定工作四十余年 从十几岁就开始摸古董 这古董是真是假 价值几何 我不用过手 一看便吃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石柱子 两个亿嘛 恐怕是买不了 两万块钱也许可以 这位是古国斋老板刘长生 是严国首屈一指的健保专家 夏董 这次您真的看走眼了 夏董 你唱歌还有点甜分 玩古董啊 狗屁都不是 千雪 连你也不相信我吗 我不是不相信你 只是刘老都说了 这个东西也就是一个造型夸张的破柱子罢了 恐怕 石柱子的确不值钱 但是这个宝贝内有乾坤 价值最少两个一 我就让你们看看 他的真面目 这柱子啊 重达千斤 你还想暴动他 真是做梦 这柱子居然还能转动 莫非真的能有乾坤 龙 龙 咋看点黑啊 咋看点黑啊 龙 龙啊 龙 这 龙 龙 真的是龙啊 天哪 九龙齐飞 龙银四骑 这是 这是宝物出世的 仙兆啊 这什么东西 这么刺眼 夏冬 你要再搞什么鬼啊 这什么东西 快看 九龙柱里面 竟然是金罗汉 这里面真的内藏乾坤 这破罗汉 这破罗汉得值多少钱 你们口中的破罗汉 可是金的 你说能值多少 又没经过检测 你夏冬说 真的就是金的 依我看 那没准是个铜的 没有话就别说话 免得被人笑话 自古以来 只有十包金 哪有十包铜的 再说了 金软同应 这东西咬上一口 不就知道真假了 明珠蒙尘 宝物自毁 我是 有眼无珠 有眼无珠啊 这位小兄弟 他说的对啊 我们是玉石不分 目不识珠啊 这么大一个罗汉 还是纯金的 这得值多少钱啊 这东西砸开 竟然真的是金软汉 八十万 值 太值了 夏冬兄弟 这个物件 你出不出手啊 我出八千万 什么 八千万 还真让这小子 捡了个大便宜 八十万买了个破柱子 摇身一变成金软汉了 八十万变八千万 居然翻了一千倍 八千万的确算高价 不过我不卖 我说过 我这东西 最起码价值两个亿 两个亿 夏冬 你这是在坐地起价 卖天要钱呢 没错 这东西就算是纯金的 八千万顶天了 你居然敢开口两个亿 夏冬 你还穷疯了吧你 你这就是趁机勒索 究竟是我趁机勒索 还是你们有眼无珠 仔细看看 就知道了 这经络走势 阴并行阳 阳并行阴 从阳引阴 这九真之法 可抵万方啊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华佗九真 刘老 您再仔细看看 您确定这真的是华佗九真 这经法不是早就失传了吗 你 这是在质疑老夫吗 老夫一命写事 这就是 华佗九真 真的是华佗九真 四大神一就是拿到了九真谈卷 修炼了四真便有了今天的地位 若是有人学会了这九真 那 岂不是就成了我们阎国的国一 只会四真便可成神一 这九真之法 五真为凡一 六真可交一 七真为明一 八真为大一 九真而为太一 打此境界 平一真便可生死人 遇万病 这可是国宝 国宝啊 夏东先生 这个物件两个亿 我要了 我出两亿一千万 我出两亿五千万 我太喜欢这个古董了 还望各位隔岸啊 唉 我们想争也有心无力啊 谁能想到一个石柱子 居然卖到两亿五千万 早知道我们也跟着他买了 这潘龙主还真的被夏东给说中了 居然是两个亿的质宝 天降富贵 我都没得抓住啊 会 我肠子都会静啊 刘老 两亿五千万 这一道质宝 归您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个东西放在我的博古斋里 那可是镇殿之宝啊 这多亏了夏东兄弟 你有如此眼光 才没能让这个宝物蒙蝉呢 两亿五千万 那夏东岂不是成了一万富翁了 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只是一个没有前途的过气歌手 怎么可能夜间赚了这么多钱 夏东 没想到你竟然对古董也有研究 等会儿可一定要帮我挑个好物件 给我爷爷当做受理 没问题 交给我就好了 今天的第二件藏品为此物 此为明代目中发掘的孤品铜盆 另一桶还有发掘的各类珠宝银钱 起拍价三百万 这就是上辈子引起轩然大波 价值三亿的聚宝盆 好东西我一定要拿下 你们龙顶阁怕不是没什么好东西了吧 这么一个破盆子也敢拿出来拍卖 这种破盆如果三百万都能被拍下 恐怕这人脑子有什么大病 这个破盆它确实是没有什么价值啊 就算加上那些金银珠宝 它的价值也远远不值三百万呢 这龙顶阁是拿我们当冤大头吗 拿这么个破尿盆出来就敢卖三百万 专家鉴定此物年代久远 却乃明朝所著 明朝了又怎么样 年代久远又怎么样 还不是一个破尿盆 谁会花三百万买它呀 这聚宝盆就算在这个年代 少说也得价值过益 我一定要拿下 三百万 我要了 夏冬 这么一个破盆子 你还真敢出三百万啊 小兄弟 这和你刚才拍的宝物不一样啊 这是一堆废铜烂铁呀 不能拍呀 这破尿盆既然已经被拍上了 那就得夏冬的了啊 就是啊夏冬 你别架头喊出去了 不想掏钱呢 你们放心吧 我夏冬不会不认账的 三百万 这盆子和铜钱都是我夏冬的了 傻逼 你之前只不过走了狗屎运挣了点钱 真拿自己当大师了 居然花三百万买这个破尿盆 你还真是眼光独到啊 夏冬 你该不会以为那个铜盆里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让你大赚一笔吧 夏冬 刚刚是你走了狗屎运 让你开出了一家翅膀 这破盆子啊 你亏大 年轻人呢 还是火气大 冲动啊 花了三百万 去买了这些废铜烂铁 你这次啊 亏大了 对了 您有所不知 他们口中的破盆 价值至少两个亿 这破盆要是值两个亿 我叫你爷爷 好 你可别后悔 我相信夏冬的眼光 既然他说这个东西值两个亿 那他就一定值两个亿 我说顾千玄 你还真是猪油蒙了心啊 别以为他之前走了狗屎运 得到了一个一家至宝 他就眼光独到 眼光卓越了 只怕现在期望越大 待会儿失望就越大 好 待会儿你们就会明白 到底是我太过冲动 还是某些人有眼无珠 错失了至宝啊 你还真以为这是个宝贝啊 我告诉你 快大发了 夏冬 你敢拿你的破盆赶紧滚吧 别在这儿丢着线了 乌无智商 没眼光的废柴 接下来 我去让你们见识见识 这东西的庐山真面目 取土来 取水来 我倒要看看 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农村的就是农村的 花几百万买的东西 还只想着种地 整整整 看 看 快看 这盆里 竟然长出了一棵树 这究竟 是何神物啊 这 夏冬你搞什么鬼 什么东西这么刺眼 这树上 竟然长了满满一树的金元宝 这满树的金元宝 这得值多少钱的 住下一棵金元宝 竟然长出了一棵树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夏冬 你耍了什么戏法 这不是什么戏法 这就是你们口中 刚才那个破盆的庐山真面目 聚宝盆 不信 这一定是假的 假的 不信啊 看看就知道了 是真是假 看看就知道了 是真的 这东西 是纯金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是真的金子 夏冬 你怎么可能 有这么好的运气 随便买一个破盆 就是价值连车的聚宝盆 钱生钱 物生物 难道 传说中竟然是真的 真是神物 神物啊 小兄弟 您若是肯出手 这个物件 两个亿 我刘长生 拿下了 这两个亿 我是 心甘情愿 心甘情愿哪 一个金元宝就能中出这么多 那是多中几个 岂不是就 发了 这小子发了 两个亿 真被这小子说中了 那我 那我岂不是得喊他爷爷了 林总 一言既出四马难追 该不会是要反悔吧 乖孙子 叫吧 你 我堂堂向华子弟的股东 怎么可能反悔 林总 男子汉大丈夫 不拘小姐 叫一叫 无所谓 这个宝贝我要定了 我出两亿两千万 爷爷 我错了 夏东 你给我等着 我跟你没完 两亿五千万 三个亿 这个物件 我实在是太喜欢了 各位 再让我一次吧 三亿五千万 刘老 这物件送给我爷爷当做受理 刚好合适 您就让给我吧 三亿五千万 也真是到顶了 老夫我也真拿不出更高的价格了 三亿五千万的确是很高 不过 我不卖 夏东 你这是做什么 倩雪 对不起 这个聚宝盆我不能卖给你 刘老 三个亿 聚宝盆是你的了 夏东你疯了 三亿五千万你不卖 卖三个亿 这是真的吗 兄弟 我真是太谢谢你了 夏东 你是不是钱我给的少 只要你能将这聚宝盆卖给我 多少钱你只管说 天雪 你给的钱已经够多了 但是我不能卖 这个聚宝盆不适合你 之后 我会为顾劳 选一个合适的受理 作为顾劳 难道 还有比这聚宝盆更好的 你就等着看好吧 接下来所拍的藏品乃您家所出 本拍卖行代为拍卖 此杯为康熙墓中挖掘出来的真品 九龙玉杯 此杯造型独特栩栩如生 雕琢九龙 起拍价八百万 八百万 这就是一个杯子 就算是纯玉打造的 也值不了这么多钱吧 这个 不就是上辈子被流拍的九龙玉杯吗 千寻的受理 又着落了 八百万 不要 我要是 雷总 这小子刚才害你当中当孙子 这次可不能轻易饶了他 这个杯子 我已经找过无数的健保专家鉴定过了 就是一个普通的玉杯 更是没什么神通 既然他想要 看我怎么整死的 够 实在是够 我就看我这个乡下种地的这么嚣张 八百五十万 这九龙玉杯 我要了 九百万 九百五十万 一千万 一千零五十万 一千五百万 夏冬 他明显是在计你 你可不能上当啊 夏冬兄弟啊 你太冲动了 林野他分明是故意的 这个玉杯 他无论如何 也不值一千五百万呢 你这回啊 亏大了 你们放心 我心里有数 一千五百万一次 一千五百万两次 一千五百万三次 恭喜夏冬先生拍得九龙玉杯 你心里有数啊 你有个什么数啊 林社早就知道这东西不值钱 故意金你上当罢了 你该不会有人竞价 就以为这东西真是个宝贝吧 到底还是太年轻 赚上点小钱就一路飘 花一千五百万买个破杯子 笑掉大牙 哎呀 这个年轻人真是火气太大 冲动了 这个东西 他竟然抬高到一千五百万 你啊 上当了 夏冬 这个杯子也有奇特指出 没错 你信不信我 我当然信 好 这东西就是我给顾老爷子准备的寿礼 一个一文不值的东西 也好意思拿到顾老爷子面前 丢人 你们觉得他一文不值 是因为你们没有眼光 这九龙玉杯 才是真正的人间至宝 有价无事 我这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他的玄妙之处 拿水来 我怎么感觉刚才什么闪过去了 夏冬 你不是说让我们建设这个杯子的玄妙之处吗 就什么也没有啊 就是 弄得挺咸糊 到最后不还是什么都没有 哈哈哈哈 真是笑话 不要以为自己的运气好前面开出了两个宝贝 就觉得这玩也是明珠蒙尘 宝物自会不成 夏冬啊夏冬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只会吹牛 这九龙玉杯竟然倒不满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虚名那戒子 这看起来是一个酒杯 别说是一盆水了 就算是一桶水也倒不满呢 真有这么神奇 不过就是个破杯子嘛 倒不满又能怎么样 没错 弄得挺玄乎 指不定啊 这杯子里面有什么机关呢 你们这群有眼无珠的东西 真正的宝贝放在你们面前 你们也认不出来啊 你说这是个有价无市的上等珍宝 意思是说我领野有眼无珠错失珍宝 把上等的珍宝让给你了不成 是不是珍宝 你抬头看就知道了 龙 龙快看 什么叫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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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看哪里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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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龙其妃 真是千功其境 能使珍龙盘绕县礼 夏东兄弟真爱神人哪 九龙玉 九龙玉 increíble 那是龙玉 天人 怎么有一股浓烈的酒香 这倒水如加酱 这香味如此醇厚 我品酒无数 从来没有闻到过 如此浓烈的酒香啊 夏东兄弟 我能不能喝什么一口啊 当然可以 这板口生香 如饮甘露啊 余味无穷 夏东兄弟 这酒龙玉杯 真乃奇物啊 刘老 你的头发 喝了酒之后 像年轻的十几岁 夏东兄弟 这酒龙玉杯 究竟是什么来头啊 竟然有如此功效啊 这是真正的酒龙玉杯 可倒水成酒 可延年一寿 百病全消 夏东兄弟 老夫愿意出五个亿 青年出手啊 六十几岁 六十几岁 三十几岁 七十几岁 三十几岁 七十几岁 七十几岁 我出十个亿 这东西当作我爷爷的寿礼 再好不过 我出十二个亿 十五岁 七十几岁 六十几岁 五十几岁 五十几岁 就不再和你竞价了 二十一 这东西 我差点就拍到手了 我居然全身又推了出去 直接损失了二十亿啊 二十一 他之前还是一个 被我看不起的 十八仙歌手 怎么可能姚身一变 有了二十多亿的身价 我到底是错过了什么 那就恭喜顾小姐 拍她此物了 那就多谢各位哥 夏先生 我这就准备支票 马上送往夏家 不用了 就当是我送给顾老的 一份寿礼吧 什么 这太贵重了 说了 帮你挑选一份寿礼的 这就当是我的一份心意吧 夏东兄弟 果然是大手笔啊 这一出手 便是二十个亿的珍宝啊 我不同意 夏东 二十亿的东西 你送送就送啊 你不同意 我的东西 我想送就送 你有什么资格不同意 你凭什么不同意 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送过我 这么贵重的礼物 他凭什么 凭他在我极其无名 写歌的时候 相信我没有抄袭 愿意投资我 凭他在拍卖会上信任我 凭他顾千寻 值得 你 你什么你 有人物诗诸 错诗真龙 亲手将夏东这样的男人 推了出去 现在看到他一出手 就是二十亿 怎么 想舔着脸找回来了 我 我什么我 我看你啊 就抱着一个 这样四婚的过期导演 过一辈子 顾千寻 夏东 你们少得意 别以为拍卖会上 解露了几件古董 就了不起了 我告诉你们 豆狼的票房 到不了五十亿 夏东照样要自我封杀 解散公司 没错 就算你在拍卖会上 挣了几个破钱 慈善拍卖晚会的 百分之二十 你是要捐赠的 还有 你赠送了顾千寻 价值二十亿的古董 剩下那几个破钱 还不够舔战狼的屠龙的 这才第一天 你们就这么确定 豆狼达不到五十亿票房啊 我已经让全国各大影院 降低了豆狼的牌篇 夏东 普通人是斗不过资本的 我劝你 还是赶紧自我封杀 解散公司吧 没错 夏东 你还不就想要火吗 你放心 等你封杀了自己 解散了公司之后 我一定会登 各大头条的报纸和电视台 昭告天下 我让所有人知道 你夏东就是个 一世无常的废物 你们 放心吧 他们等不到那天 因为豆狼 一定能达到五十亿票房 夏东 你还缺牛呢 你没看到灵精 都吓得不敢过来了 你还信他能逆风翻盆 帮你转五十个月呢 谁说我不敢来 灵精 你怕不是因为票房大爹 来复今请罪的吗 我来是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各位 截止到今天十二天 豆狼的票房 已经达到了一个亿 上线半天就达到了一个亿啊 夏东兄弟 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 豆狼的票房还在持续上涨中 五十个亿 不成问题啊 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做到 怎么回事 我不是明明让所有的演员 将豆狼的拍片降到了最低吗 怎么可能好有意义的票房 好的电影一定会有好的票房 观众的喜好是资本操纵不了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当导演二十多年来 从来没见过单部电影上映半天就能超过一个亿票房的 夏东 你八不成是和林晶做局 来弄假票房组团忽悠我们的吧 没错没错 林晶 你吹牛也不打打草稿 整个娱乐圈谁不知道你林晶是票房毒药 该不会是害怕票房铺街 夏东会自我封杀 所以商量了演这么一出好戏给我们看吧 夏东啊夏东 如果你干脆利落地封杀自己 然后再关闭公司 我还能敬你是条汉子 没想到你竟然弄虚作假作假票房 这可是犯罪啊 你就等着被抓吧 我拿到的可是一手数据 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 可以找人去核查 不过我的斗狼的确是拿到了一亿票房 稳坐今天的票房冠军 不见棺材不落泪 你等我查出你做假票房的证据 等着去坐牢吧你 没错 还一亿票房票房冠军 你只是一个没有流量的三线明星 怎么可能取得这种成绩 里面的bread 你怎么听 languages 自然你们能够贴 将军计算宝 其他人就要你 这个人啊 是不是 他怎么来了 他们怎么来了 这么烦 没什么烦 东西 一票房 也该称之为冠军了 发哥 我是大黄啊 之前找你邀约过电影的 你的档期太忙 当时为顾上 这以后有机会 一定要合 我不和没有代表电影 只会炒作的人合作 谁说一个亿的票房 就能拿到今日的冠军呀 吹那么大的牛 也不怕闪着舌头 听见没有 发哥都说了 还在这吹牛呢 还不赶紧承认了 俐落的解散公司给大家赔罪 夏东 让你解散公司是为了你好 以你这样的投资眼光 以后指不定还要赔多少钱呢 你们还没有调查 就确信我们是撒谎 虚报票房吗 夏东 事到如今你还在这吹牛呢 这当自己是天才了 你就这么相信 林京导演的第一部作品 斗狼能到获成功吗 你刚才说他倒的什么 斗狼 没错发哥 你根本没有听说过这部哭街电影也正常 什么主打爱国情话的主旋律电影 别说票房冠军了 能回本都不错 住口 这可是一部创造了神话的史诗集电影 什么发哥 你不是说区区一个亿成不了票房冠军吗 没错 一个亿确实无法成为今天的票房冠军 但是我刚刚接收到消息 今天有一批黑马创造了历史 达到了三个亿的票房 就是刚刚你说的这部 斗狼 什么 三个亿 发哥你是不是听错了 他一个票房毒药怎么可能取得三个亿的成绩呢 没错 他就是个票房毒药 以前自己主演一部剖开一部 没人找到拍戏了才自己拿投资做主演呢 他怎么可能会一鸣惊人 我看你才是那个废物 在娱乐圈混了这么久 没有一部成名作 人家林京导演是不明则已一鸣惊人 斗狼这部电影 足以在银下的票房券创造奇迹 这才上线半天 票房就达到三个亿了 看来这五十亿票房 指日可待呀 看来我的记忆的确没错 这一个亿的宣发费用果然没白费 只怕这一世 斗狼的成绩会比上一世更加耀眼 领导 您好我是周发 听说您的电影首日便突破了三亿大关 特地过来向您祝贺 谢谢发哥 这一切啊多亏了夏东兄弟 如果不是他给我投资宣发 可能我的电影早就失败了 没想到夏总如此年轻 眼光还那么卓越 以后有什么合作一定要记得找我 如果有好的剧本 我愿意自将片酬出演 好说好说 堂堂影帝都来向他祝贺 难道电影斗狼真的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 不可能 我也觉得不可能 对 他一定是在护我们 这小子究竟是花了多少钱 居然能把影帝喊过来陪他演戏 花生 你是在说我在撒谎吗 我我 林京兄弟听说你的电影票房大卖 首日票房达到了五个亿啊 像你这么优秀的男人 无论在哪里就好像漆黑夜里的萤火虫一样 那么鲜明出众 如果我能穿下回去 一定给你的电影注资 星爷竟然也来了 五个亿 刚才不是看三个亿吗 这才多长时间 就报仗两亿票房 上映首日就拿下这么高的票房 已经是创造奇迹了 哎呀 阿京 你这个电影剧本选的真不错 严国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优秀的剧本了 只是让我自愧不如啊 尤其是那个主题曲 唱的是我心潮澎湃啊 星爷 这位夏冬先生 他不仅是我的电影投资人 而且还是我电影主题曲的原唱 所有的词曲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 这位夏冬兄弟 果然是年轻有为啊 不光眼光卓越 还才华横溢呢 真是让我自愧不如啊 有机会合作一下 星爷妙论了 星爷可是影视界的泰山北斗 主演过他电影的女主角 可都是成了国际剧型 他怎么会过来给这个新人导演祝贺呢 难道他说的是真的 逗狼的票房真的大到五个亿了 短短半日 从一个亿到三个亿再到五个亿 这么恐怖的增长速度 难道真的如夏冬所说 这个逗狼真的能破五十个亿的票房 林野 你们不是说我们这部逗狼 会赔得血本无归吗 现在看如何 夏冬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我这几个院线打电话 让他们停止上映你这部电影 我看谁敢 林金啊 夏冬兄弟 我来了 龙哥 有楼梯 有楼梯 好 两位小生病 我听说你们两个的电影 那是大获成功啊 单日票房 就有五个亿 我一下子就坐不住了 我 那一下 我就前来祝贺你们呀 龙哥 这可是国际巨星啊 他可是在皇家 也能说得上话的存在 多多角 整个阎国的影视圈 都要颤三颤的人物啊 连他居然也要给 夏冬和林金站台 这这么好的电影啊 我已经很久都没有看到过了 就是要让阎国的观众知道 咱们阎国还有好电影 而不是让你们啊 整天看那种 指挥拳前的垃圾作品 我已经打电话 派人通知了 各大影院影厅 加大排便量 多谢龙哥 不用谢 我这么做 那都是为了咱们阎国电影 能够发扬 大妈 我说林尹啊 我可是听说你向华子弟 想要针对这部片子 看来你是对我有所不满 不满了 我 他是误会啊 误会误会 好 误会就好 毕竟咱们阎国很 刘天王怎么也来了 难不成电影票房又升了 夏冬 夏冬 我总算找到你了 刘天王 难道你也是来猪口豆郎票房的 什么票房啊 我来跟票房那是没关系 我就说嘛 这豆郎的票房不能再升了 已经五个一封顶了 夏总 我有一个喜讯要告诉你啊 您上回给我写的那是忘情水 唱片已经发布 唱片销量暴增了 已经成为阎国第一了 而且啊 已经斩获了金曲奖 多亏了您给我量身定制的这首歌啊 才让我也有了今天的成就 还是你唱功好啊 唱好 夏总 您谦虚了 只要啊 您愿意再帮我写几首歌 您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我刘华 愿意终生不收取任何酬劳 给再生娱乐站台 什么 上次请刘天王参加一个综艺节目 要价都不低于一千万 他竟然免费为夏冬站台 你放心吧 给你制作的新歌 爱你一万年男人哭吧 都已经在制作中了 夏冬就写了几首歌 就能取得这种成就 连刘天王都对他负小作敌 夏冬先生 夏冬先生 郭天王 张天王 李天王 还有三小花蛋 四大购后都在外面等着您求合作 还有几个知名导演和编剧 期待您的投资 还有很多当红明星吵着要见您 说哪怕零片手 也要出演您投资的电影 什么 这怎么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 你到现在还看不清楚夏冬的眼光和实力吗 算了 夏冬 用不着和他们说这么多 拍卖会也结束了 我们也该走了 等等 夏冬 之前是我们的不对 我们不该处处针对你 刚好我准备了一瓶好酒 就当是给你赔罪 以后我们就一笑免恩仇 如何 你们想和我握手言和 一笑免恩仇 夏冬 我知道你一直因为我嫁给黄道 心生不满 毕竟以前我们也谈过 你心里还有我 所以才处处针对我 想要吸引我的注意 这也能理解 我舍不得你 想吸引你的注意 难道不是吗 我可是阎国知名女明星 在整个阎国身材和长相 都是数一数二的 错过了我 又是要哪找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所以对我念念不舍也可以理解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自恋呢 反正我现在也已经嫁人了 以后我们就放下以前的恩怨吧 夏冬 喝了这杯酒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没错 冤家一姐不一姐 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你和他的过去我也不介意 大家握手言和 以后做好朋友 萧雅丽会有这么好心 还和我握手言和 只怕她弄死我的心都有了 雅巴 怎么当歌手 萧雅丽 重活一生 你觉得我还会上你这个当吗 好啊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这酒 我必须喝 不过要喝也是喝我们的庆功酒啊 你这酒 只怕狐狐消瘦啊 夏冬 你什么意思 我好心给你台阶下 你竟然这么说我 没错夏冬 歹亏是我们大度放你嘛 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主动给你台阶 没想到你小子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夏冬啊 喝了这杯酒 之前的事情 咱们就当没发生过 否则 不要以为有这么多的明星给你站台 就能保得住你 你的公司刚刚成立 不要以为你做了一点点的成绩 还是对抗不了我们向华子弟集团 知道吗 你们抢占先妻的时候 恨不得置物于子弟啊 现在又想言和啊 夏冬 抛开事实不谈 难道你就没有错吗 不过我们大度可以不怪罪你 只要你喝了这杯酒 以后啊 我们就是朋友了 夏冬 我堂堂一个知名大导演 还有向华子弟娱乐最大的CEO 亲自给你道歉 难道你还想敬酒不吃 吃罚酒吗 今天这杯酒你要是不喝 那就是不给我领眼面子 你们几个这么着急逼着我喝酒 是早就知道这酒里有东西了吧 夏冬 你别胡言乱语 我好人啊 行 既然你说这酒里没东西 那要不这杯酒你来喝了吧 我 我 你吃这屋做什么 难不成这酒里真的有东西 没有 有没有东西一事便吃 这 这酒里还真有药 你们怎么这么狠心 竟然下药射击夏冬 这酒要是喝下去 就算能保全性命 嗓子也绝对废了 好狠的心啊 他明明知道 嗓子对于歌手来说 代表了什么 真是恶毒 我不是 我没有 说 到底是谁教授你这么做的 我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酒里会有毒 你当我们是傻子吗 这人证物证都在 你们还想抵赖不成 今天慈山排卖会 来了那么多明星 知安思的人在外面维持秩序 现在不说 是想被我们送进大牢里再说吗 老公 老公 你走 你们救救我 这跟我俩什么关系啊 我告诉你啊 话可不能乱讲话啊 你要脑子想清楚再说 我 夏冬 夏冬 我错了 我只是一时糊涂 你就看在我们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 放过我吧 求求你了 夏冬 感情 我们之间有什么感情啊 你嫁给四婚导演 婚礼上逼我现场的时候 你怎么不讲感情啊 你逼我 自我封杀 解除公司的时候 你怎么不讲感情 你下毒害我 你怎么不讲感情啊 我 我 来人 把他带下去 押往知安思 好好审问 我 我 夏冬 夏冬 我不会报告你的 我不会报告你的 小雅丽 上辈子 就是这一杯独角 害得我葬送了一生 这辈子 你就在牢里 待到死吧 夏冬 拍卖会已经结束了 外面还有很多人等着你 我们先回去吧 好 林总 我老婆压力 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她 废物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还好意思让我救她 我也是没想到 夏冬怎么能识破这个酒杯里会有毒的 这小子 这次算她走运 不过 整个娱乐圈 还是老子的天下 我倒要看看 她能狂到什么时候 林总 现在整个娱乐圈的明星都盼着和夏冬合作 那两岸三地的明星都忙着给她站台 现在她手下的那个再生娱乐也是风光无两 会写几首破歌买了几个古董就了不起啊 在娱乐圈歌曲只是占了很小的一部分 重要的还得是电视剧 那一林总你的意思是 最近刚火了两部小说 我们的名义和网络文学陡破天地 正好过几日就是严国最大的文娱圣殿 到时候我会拿下这两部抄几AP 到了那个时候 今天这帮明星怎么求着和夏冬合作的 就得怎么求着和我合作 夏冬兄弟 你也来了 迪欣大哥 夏冬 今天这场宴会邀请的都是我们严国最著名的明星 你也配进这个门 夏冬是再生娱乐的董事长 更是我们龙皇娱乐和滚迪唱片要宝的人 怎么没有这个资格 夏冬兄弟好歹是市值过亿公司的总裁 而我也是靠夏冬兄弟投资斗狼意外大包之后才有资格来到这 你呢一个只会拍烂片的二流导演 恐怕连文娱圣典的门槛都够不上吧 今年我们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 两项奖项最终都会花落我们向华子弟 而我过了今天就会是国内最著名的大IP导演 我没有资格 你什么意思 夏冬 今天这么大的场合 你也救过来凑凑热闹 不跟脸熟吧 萧雅丽 你怎么出来了 怎么 你以为把我弄进治安司 不就要蹲大佬了吗 林总和我老公有的是办法把我放出来 就算有人把你救出来又能怎么样呢 一个下毒害人的演员 恐怕以后也没有人敢再用你了 你就等着被雪藏风沙吧 你还不知道吧 今天的文娱圣典要颁布各类奖项 从最佳传统文学到网络文学 从最受欢迎演员到最佳导演 都要评出的第一来 而我们林总 今天就会买下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 拔得头筹的两部作品的版权 交给黄哥拍摄 而我就是女主角 这颁奖典礼还没开始呢 你们就知道谁是第一了 这还不简单 眼下最火的网络文《陡破天地》 还有传统文《我们的名义》 那都是我们公司的作品 谁是第一 还用问吗 我们林总已经买下这两部作品的版权 今天就要当众官宣 而我就是这两部作品的唯一女主角 我身为原作者 既然都不知道我版权被卖了 我倒要看看 这群人能装到什么时候 夏董 很快我就会出演这两部电影 红透半边天 成为颜国最炙手可热的星星 成为影后 而你还是那坨扶不上墙的烂泥 好 我倒要看看 你们是怎么买下这两部小说的版权 成为影后 坐 夏董 你干什么 你也配坐这里 这里的每一个座位都是定好的 这一排是文娱作家才有资格做的 你也配 这儿 做不得 那这儿 做可以吧 那可是传统文学天明精顿奖的才有资格做的 你也不配坐这里 这儿也不行 那儿也不行 那坐这儿 做可以了吧 夏董 那是颜国知名企业家做的 没有你的位置 那我坐这儿 做可以吧 那可是全国知名明星才能做的地方 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 夏董啊夏董 你到现在还搞不清楚状况吗 我不知道你夏董是怎么混进来的 来这儿的人要么就是颜国知名的明星 要么就是著名企业家 要么就是在文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前辈 就你这种小便三 只配在门口当保安 听见没有夏董 还不出去站着 这个文娱圣典 可不是你这种没名没事的人可以进来的 看来这文娱圣典的门口太低了 连你们这种人都能进 夏董 你敢辱骂我 这儿也不能坐 那儿也不能坐 那我只能 那我坐这儿 总可以吧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耻的 夏董你疯了 这可是文娱圣典的获奖者才能坐的位置 你个废物 也敢在这儿造死 夏兄弟 今天来的可都是知名人物 你趁现在人还没有到齐 赶紧站起来 别有人注意到你冒犯到大家 来不及了 今天坐在这里的 都是颜国的大人物 不管他抢了谁的位置 都足以让他在娱乐圈销声匿迹 夏兄弟 你这回是真的做错了 能坐到这里的都是文娱圣典 获得各个奖上的嘉宾 你抢了他们的位置 这可是大不敬啊 夏董 你知道这有什么样的人 才有资格坐这个位置吗 听说这里坐的 有写出风靡全网的 《斗阔天地》的作者 白金大神土豆 还有写出风评极高的 传统文学作品 我们的名义的那位大老 或者给奥顿会开幕式 献唱的歌手李欢 这些人可都不是 你能得罪得起的 夏兄姐 你快起来吧 这些人可都是 风靡一时的大脑 要是待会被他们发现了 恐怕这都保不住你啊 我说了 我有资格坐在这儿 就有资格 难道你们都不相信我吗 夏董 我看你也就会逞强了 为了一点面子 居然敢抢圈内大佬的位置 葬送自己的人生 我相信 夏东是不会拿这种事情 开玩笑的 更不会为了一时逞强 而犯下大错 我信 夏东有坐在这里的资格 夏东 今晚滚蝶娱乐 会和你共进退 顾总 没想到滚蝶娱乐的总裁 竟然是这么一个恋爱呢 说出去啊 也不怕让人笑掉大牙了 我看顾总啊 双眼被猪油蒙了 才会相信夏东吹的牛 你一个公司 刚刚成立数月的人 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儿 你们凭什么觉得 我不配坐这个位置呢 这还用问吗 能坐在这儿的 都是各个领域 极为领先的大佬 做出不菲贡献的大人 你算个什么东西 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儿 我要是没资格 你所说的那些大佬 更没资格 夏东 我说 你好大的口气啊 夏东 就单是参加奥动会 开幕式演唱的李天王 这辈子就是你 不可逾越的高风 李欢 现在都是天王集成的了 这夏东 你敢不尊敬李天王 你就等着被全国封杀吧 吼什么 吵什么 不知道今天是文娱圣典 阳国最大的颁奖节日吗 夏东 这就是在奥动会上 以一曲我和你 作为开幕式的李欢 他现在凭借这首歌 已经成功晋级的天王级别 火遍大江南北 你做的 说不定就是他的位置 夏东 李天王已经到了 希望你的嘴 还能和刚才一样一样 一个小歌手罢了 我抢了他的位置 又能如何 我让他站着 他就不敢作战 你好大的口气啊 这可是粉丝千万的千王级人物 他一句话 让你自我封杀 解散公司也未尝不可 我倒要看看 是谁如此大言不惭 你是 你是 你想怎么封杀我呀 夏东 你敢对李天王不敬 你简直就是早死 李天王 就是这小子出言不逊 刚刚还说什么 只要他让你站着 你就不敢做 实在是狂妄 对于这种目无尊长的人 不需要心慈手软 直接彻底复杀他 你狗叫什么 这里有你说话的资格吗 李 李天王 你搞错了吧 明明是这小子不尊重你 你打我干什么 就是 你就是 我看 你们不是想封杀他 而是想封杀我 您这话什么意思 夏东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公司的股东而已 就是 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 就是 您可是娱乐圈里数一数二的名流啊 就是 不用怕他呀 你懂个屁 我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绩 全是夏东先生之前给我写的那首歌 被阎国奥动会看上 什么 那首《风鸣全国的我和你》是您写的 现在 我有资格 坐在这儿了吗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写出这么好的歌 怎么不可能 夏东一天之内可以写出白手进去 为奥动会做一首歌 还不是首要前来的事情 萧雅丽 你到现在 你还认不清你和夏东之间的差距 多亏了夏先生之前给我写的这首歌 我才能达到今天的成就 你们 竟然还敢对他不敬 夏先生 像这种折辱您的小明星 不需要您动手 您只需要一声令下 我立刻 就可以让他们在阎国娱乐间 消失 文娱圣典马上就开始了 有些照 圣典结入之后 再算不止 夏先生 您既然这么说 那 我就暂且饶他们一次 但是你们记得 从今往后 再跟夏先生作对 那就是给我李欢作对 若再有下次 我绝不轻饶 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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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先生 我作为奔创活动的主持和颁奖嘉宾 那我就先上去主持活动 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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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真金国内外表的歌曲 竟然是你写的 怪不得你有底气做的 没错 不过我的底气 不准那一首小小的歌曲 夏丹呢夏丹 你还有多什么惊喜 是我不知道的 没想到夏丹的运气竟然这么好 只是随随便便显了一首 更进行成了奥冬会的主题曲 剩下它在娱乐圈的运气大走 想要彻底除掉它 还是不可能 就算是有李欢给他站台又能怎么样 会唱几首歌有什么了不起的 只要我们拿下两部文学剧作的版权 那娱乐圈的天下 韩树 各位 文娱圣典 现在正式开始 很荣幸能够作为主持人和透药嘉宾 为大家揭晓最佳网络文学的获得 他就是由土豆创作的玄幻力作 豆破天地 我得到的消息果然没错 今年的最佳网络文学奖 就是终点白金作家 还是您总消息灵通 别人还不知道最终获奖者究竟是谁呢 您就已经联系终点文学 准备购买作品版权了 这两部小说已经发布 就在网上有了几千万的粉丝 那讨论量可是空前绝傲 我们只要把版权买过来 不管是拍成电视还是电影 赚了个几十亿 绝对毛满腿 说不定 还能破了洞郎的票房传奇呢 这豆破天地可真的是一军突起 才短短几个月就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成绩 据说光是打赏和宝费 作者就收费了三十一个亿 而且娱乐圈里的很多投资大佬都想拿下这个书的版权 也难怪《向华子弟娱乐》愿意出三个亿的稿子 这本书的版权最后一定是我们向华子弟 因为只有我们有这样的实力能给得起他三个亿的高价 你想买 他不见得想卖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这本书的版权到最后如果我不松口 就一定不会卖给你 夏董 你以为你是终点文学的董事长吗 你以为你能随随便便决定一个如此出名作者的命运吗 难道你想说这本书就是你写的 没错 这本书就是我写的 夏董 我以前我只知道你会写歌 没想到你吹牛还这么厉害 你要不要脸呢你 会写几首歌 你还真以为自己会写书了 我告诉你 隔行如隔山 这是两个行业 狂妄自大 还真敢冒充终点文学白金作家土豆大神 夏董 我看你的前途是到头了 各位 这次文学圣典 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了土豆先生 也来到了我们现场 接下来各位 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位土豆大神的正面 夏董 夏董 你干什么 现在颁奖典礼正在进行呢 你上去出什么风头 这腰脑子有问题吧 这种滑动取宠的人这时候还敢登台 哎 你要不要脸呢你 这场颁奖就是为了我 我为什么不能上来 为了你颁奖 你别丢人现眼了 你以为你是土豆吗 人家写的小说全王点击量十几个亿 人家全王粉丝几千万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没错 我就是 你说是你就是你啊 我还说是我呢 我呸 顾强玄 这就是你带过来的男人吗 任由他把这场文娱圣殿搞这场笑话吗 夏董既然上去就有他的用意 我劝你们还是安静的看着比较好 等着看他的笑话吗 夏董 主持人马上就要公布土豆先生的真实名字了 我看你怎么下台 创作了《斗破天地》这一玄幻力作的作者土豆 他的真实性命令就是 夏东 夏先生 夏东 怎么可能 你是不是念错了 没错 夏东就是一臭血鸽的 他怎么可能写得出这么好的书 你们是在质疑我吗 我怎么敢呢 我只是在想你是不是看错了 我怎么会看 上面明明白白写着夏先生的名字 还是你们说我老眼昏发 连字都不认识了 还是说你们在质疑 言国最权威的文娱圣典 有黑幕 不不不不 就算是名字都一样叫夏东 那也不可能是我们眼前这个废 说不定是同名同姓 没错没错 写歌和写书完全不一样 就算他夏东再有能力 也不可能跨界到如此成就 我看一定是同名同姓 这夏东一听见别人叫的名字 就超级忙慌的往台上跑去领奖了 其实就是冒领别人的成果 这种行为真让人不耻 恶心 以前的夏东 虽然说有些自卑有些怯怒 但是好歹是一个脚踏实地 踏实肯干的人 没想到啊 这跟我分手之后 非但没有发愤不强 还抢别人的功劳 成了一个只知功名 不讲道德的人 真是一群跳梁小丑 你笑什么 我笑你悟不识诸 夏东的能力到现在你还不愿意相信 曾经的真龙就站在你的面前 你却不知道珍惜还将它推远 甚至还沾沾自喜 你说什么 我说你有眼无珠错失真龙 任由自己酿成了大错 还不知悔改 只怕等你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什么人 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后悔 我看后悔的是你顾千寻吧 堂堂顾家大小姐滚蝶娱乐的总裁 竟然被夏东这么一个小子骗得团团圈 就算他是个骗子 我顾千寻也心甘情愿地上到 不过恐怕你现在也白担心了 夏东他非但不是个骗子 他还可以带领我顾家 带领我们滚蝶娱乐走上巅峰 只是可惜了 你没有我的这般眼光 到现在都看不出来 夏东之前只是一个十八线的歌手 现在偶尔灵气爆发写了几首歌 你就把它当成宝贝捧在手心里 我的确没有你这么好的眼光 会看上夏东这么个废 嗯 夏东 我劝你不要再丢人现眼了 我已经联系了终点文学 买下了这部书的版权 想要查出作者的真实身份 那还不简单 我现在给你三分钟时间 下来跪下给大家赔罪道歉 免得一会儿查证了以后 丢人现眼哪 你想买出的版权啊 三分钟 我会让中点文学的总裁亲自给你打电话 拒绝你们的所有合作 夏东你真是好大的口气啊 我好害怕啊 三分钟 取消和向华子弟所有合作 否则我们合约取消 斗破天地及续作 我会和别的文学网站合作 哈哈哈 真是天大的笑话 各位听见没有 这个废物居然说 他能命令终点文学董事长 夏东 你不吹牛能死啊 噔噔噔噔噔噔 哎哎哎哎各位各位看见没有 终点文学董事长亲自给我打电话了 哎 喂 张总 林总你究竟做了什么呀 竟敢得罪灯红作者土豆先生 从今天起 我们终点文学和向华子弟娱乐的所有合作取消 并且终生不再合作 不是 喂 喂 难道你真的是土豆 就是那个写出了玄幻剧作的传奇作者 土豆 没错 一本网红小说代表不了什么 传统文学才是王道 现在这种大火的网络小说多了去了 就会赚点点击量有什么了不起的 没错 你不就是得了一个奖吗 少得意了 错过了这步 逗破天地不算什么 接下来的传统文学 才是备受瞩目的 恭喜夏冬先生 夏冬先生 这是您的奖杯 你怎么知道我只有这一个奖 好心还在后头 你少得意忘形了 真当自己是天才了 不过就是写了本小说 接下来要颁布的 可是最佳传统文学奖的获得者 你该不会说你是你 不错 还是我 夏冬 你怕是不知道这个奖下的含金量吗 有些人以为自己写了一部网络文学 就当自己的作品和传统文学相提并论了 根据小道消息 这次传统文学获奖者八成就是我们的名义 这可是一部反贪腐大戏 剧情跌宕欺负 这种文笔 沈家的小别三八辈子都学不来的 人呐没有文化可以 但是不能没有尊业 你这种人也就写写这种奶头乱小说 还肖想这种奖项 好好好 小雅丽 皇上 我还真是没有看错你们 一队只会阴阴狂吠的跳梁小唱 夏冬 你这是恼羞沉默了 你这种人 根本不配合这种奖项相提并论 一个爆出过抄袭丑闻的人 还想获这种文学奖 你要是能得这种奖 我就宣布自我封杀 推出娱乐圈 没错 这种品质的小说 那可是可遇不可求的 你要是能写出这种作品 我也推出娱乐圈 好 那我就等着看 你们如何滚出娱乐圈 接下来要为大家揭晓的便是最佳传统文学奖 它就是我们的名义 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作者疯狂的土豆上台领奖 掌声有请 夏东 你是耳朵里面塞驴毛的是吗 又没有叫你的名字 你站起来干什么 人家说的是疯狂的土豆 又不是你 哦 夏东 你的笔名该不是模仿那位大神曲的吧 我就说你儿怎么写书那么受欢迎 原来是一路蹭大神的热度啊 你到现在还不愿意承认夏东的实力吗 他能有什么实力 他只是一个蹭别人热度的废物办 你对夏东的实力一无所知 你也不配知道 是不是夏东等主持人宣布完不就知道了 我们就等着看夏东怎么露出真实面目吧 创作了我们的名义这部扫黑剧作的作者 绷狂的土豆 他的真实性命 各位 还是夏东 现在 还有人怀疑我的身份吗 我就知道 夏东不可能夸大其词去蹭别人的热度 原来 这两本书都是夏东写的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根本不可能 我离开夏东的时候 他还只是一个极其无名的废物 现在怎么可能取得这样大的招救 是你没有眼光罢了 夏东本来就不是这种物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不要的男人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能力 你明明只是一个只会写歌的窝囊废 怎么可能一戏之间 又会写歌 又会投资 还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这都是假的 假的 假的 我早就告诉过你 是你有眼无珠 不识真龙 而且你还不知悔感 现在意识到自己错过了 晚了 夏东 你明明有这样的能力 我跟了你三年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就算我告诉你你信吗 夏小丽 你一直看不起我 为了攀附权贵 你宁愿嫁给一个似婚导演 哪怕我说得明明白白 在你眼里也是我吹牛 是我夸大其词 所以你刚刚故意隐瞒自己的身份是吗 你是想让我在这么多的明星面前丢脸是吗 你是想让我后悔 想看我跌入泥潭是吗 现在 我已经证明了我的实力 也轮到你们兑现承诺了 自我封杀 滚出娱乐圈 夏东 刚才纯属跟你开玩笑 这么大人怎么开不起玩笑的 夏东 刚才只是开玩笑而已 我才刚在娱乐圈站完脚跟 现在可不能退出啊 怎么 刚才才说的话 现在就想当放屁 转头就不认了 夏东 夏东 我现在我真的后悔了 我现在就跟他离婚 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 心脏 老婆 你没事吧老婆 老婆你没事吧 老婆 夏东 夏东虽然我跟他结婚了 但是我的心里只有你 只要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给你做小 只要你愿意捧我 我做什么都可以 你之前为了权贵 可以跪铁明灯 现在 可以跪铁被自己抛弃的人 我和你不一样 只要我夏东认准了 就会 一生一世一双人 至于你一个逢迎权贵的贱人 不配 就算你们不想退出 我也会让你们无戏可拍 无绝可演 既然你们想仗着权贵和资本 仗势欺人 我就让你们看看 谁才是阎国最大的资本 谁手中 才掌握着娱乐圈的命脉 好